再来啊再来画一个这个坐姿啊 一个坐姿 先定位置 我快速的示范啊 因为前面该讲的很细了 讲的很多了 我们来快速的去示范一下 看看几分钟能画一个这个啊 就不会超过三分钟 非常快的这个 定位置 这动态 他坐在一个椅子上 有点蓝散的这种感觉啊 好大的框架 大的框架建立起来 大的框架建立起来 不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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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等化 不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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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小小的 好,这是一个大的框架,框架的一分钟就出来了 它出来之后我们还要去画更多的更深入的一个仔细的一个形 好,再来 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进一步的去走 其实也是要整体观察 只不过这个大框架建立出来之后 它的基本比例和它的一个动势基本上就有谱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去仔细的来推敲它具体的变化 具体的一个形的变化 这是这个脸 你看这个脸一定要画得让它圆起来 它是一个圆的 眉毛,眼睛,鼻子,嘴 这是它的一个位置 我们始终都在定位置 不用去画太多的太细的一些东西 这个框架它肯定是不准的 框架它的误差性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来去比较 不是说框架概括出来之后再它描一下就完事 那肯定是错的 尤其注意我们强调过的这个概括型里边的这种穿插 以及它的一些具体的变化 这个都有考虑的 这个都有考虑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 我们不是目的 不是画这个 记住 我们是目的是通过这个来训练我们这个 这个对形的这种准确把握 以及对这个概括 对这个形的一种概括性 这双高高高高一些 它有时候差那么一点点 它可能就不舒服了 所以我们尽量一定要 就是虽然我现在画的是身体 但实际上 考虑的还是什么呢 还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整体 整体就包含它的腿 包含它的头的大小都考虑到了 都要考虑到 你看这个地方它少一根线 它就感觉人物很胖 这根线一加 它感觉人物就瘦下来了 所以这种衣服 有时候它会干扰我们对这个形体的一个判断 这是远处的手 这是这个凳子 它都是有形的 形可依的 有这个 那这个手呢它在这出来 这样的一个形状 是不是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还是要去尽量的去 控制它的一个比例 你看这个框架 光看底下框架很明显就大了 因为它比较概括 这个才是准确的 其实和素描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它不可能说一下子一笔下去就那么的完美 那么的准确 那是不可能的 它都需要一个反复的一个调整 它这个整体呢 高一些啊 腿 腿整体高一些 瘦一些啊 瘦一些 然后到这块呢 它有往上子走的这个 趋势啊 然后它这个衣服呢 它到这也有 这个腿上面 方一些啊 方一些 然后这个靴子啊 注意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口 它这种穿插 然后这个靴子啊 关系 这个也是 比较啊 其实在画这个的过程中呢 是在始终呢 在比较啊 比较它的这个准不准呢 比较它的一些比比例啊 大小啊 这些关系 然后 然后 后面的腿啊 所以画这个凳子是必须画的 你不画凳子它坐不住的啊 这儿还有 下面画的比较深啊 上面画的比较浅 这个都没有关系啊 就这种东西呢 我们去多去练它啊 多去练 其实又能够就是又能帮助我们这个快速的造型啊 但是还能够帮我们训练这个抓的这个关键啊 抓关键的点 就是这个里面为什么都是方的呢 为什么不用曲线呢 曲线可以啊 但是曲线的话 它画出来的东西还是偏肉啊 还是偏肉 就是说可能有些东西它画出来之后它就没了啊 这种性感那种动感 那种力量感可能就会弱 所以说这种通过这种 方线的这种练习呢 我们把这个最重要的这种东西给它把握住 这些东西就是说不是为了画这个而画这个 而是要多去练习它啊 多去练习它啊 很快这东西很快一张很快一张 这个呢可能也是练练两三天三四天呢 这个基本上就非常的就能掌握了啊 需要一个过程 那我们再来啊 再来画一个这个 一个坐姿啊 双手 双手抱头的啊 双手抱头的 它坐在一个小马扎上 所以说也是比较低 所以勾头啊 定位置的时候 基本它的一个坐姿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头它的位置大概就到这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定位置啊 定它的上面下面左边右边 这个位置 这个膝盖的位置 这个膝盖的位置 饱满一些画的还是尽量的要 臀部的位置 好 我们在这个上面呢 建立它一个大的框架 大的框架 注意这个斜度 这样的一个大框架 这个呢要建立起来 那这个用线啊 这种用线呢非常的流畅啊 非常流畅 特别像画素描啊 特别像画素描一样去概括啊 去概括啊 去概括 那它这个头 两手抱头 它这个框架大的一个框架 就建立起来了啊 就是它准不准 它还有待推敲啊 它不可能说一个框架就准了 那这是它这个人物的一个框架 所以说我们画概括型的同时 千万记住 不要把前面我们将讲过的这种构架啊 建立这种大构架这个东西给忘掉了 如果说那个忘了那就白白画了啊 这个也不一定能画好了 那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啊 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 只有说这个弄好了 你看这种大框架把握住 它是跑不了的啊 它的比例首先是跑不了的啊 比例 其次它的 它的这种动态也跑不了啊 还有就是它的这种 呃构图也跑不了 就是它包含的东西很多很多啊 包括它透视 所以说这种构架呢 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可以啊 可以再去往深入的画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 往深入的画 那画的时候呢 我只是说啊 只是说 目前呢 这个眼睛呢 把它的放在这个地方啊 放在这个区域啊 就是属于一个刚开始最大的整体 现在是一个区域性的整体 注意这个 稀小的变化 这是头啊 那脑那个脑的脸呢 脸在哪个地方啊 脸在这个地方 概括 上面概括 那这个穿插啊 这个关系呢 要画对 好 这块画的比较重 咱们画的时候没有必要画重 我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啊 因为我怕画的浅了之后呢 所以镜头里边就是不清楚 啊我画你看这种形啊 这上去 所以说它的头型呢 就出来了啊 头的形状 然后 眉弓 高度 眼睛 鼻子 嘴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特点啊 一个特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你看它这个胳膊从哪出来呢 从这个地方 啊它这个小胳膊这种粗细 啊它到底多粗呢 这个也要控制好 好 你看这块这个穿插呢 就比较丰富 那我们就需要在这稍微的停留一下啊 或者说是 这块呢交代清楚了 交代一下 这块露出来 这个胳膊一点点 衣服 这儿它也有穿插 这儿它也有穿插 啊然后这个领子啊 衣领呢 这样的有个关系 啊当它胳膊抬起来之后啊 它这个 呃 衣服呢 它就变得特别的奇怪啊 这个要 知道它是正常的现象啊 胳膊一抬啊衣服变得就非常的古怪 啊 这块呢很明显也粗啊 一般的概括出来它都比较粗 比较大 再去进一步走的时候都需要的 大大部分时候都需要给它往再往去 细地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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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细地走一走 好 看 然后这个鞋在这 当我们把大的这种框架建立起来 然后在它上面再去画的时候 即使它有一些不准确 它也是在我们能够控制的一个范围之内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框架作为建立 没有这个框架作为一个参考的话 你不信可以试一下 几乎是控制不了 即使画错了 有时候你可能就不知道 它就画错了 而且错到非常离谱 所以说这个框架的关系 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近处大远处小 它有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关系 这些松一点松一点就行 这个是跟马杂 这样它才能坐得住 它能坐得住 放松这些东西 就是练这个 就是练这个东西 这种转折 这种转折 包括前面我们说的穿插 脑子里边有这个意识 有了这个意识之后 画的时候动作快一点 它自然出来就放松了 好 我们开始画一个东姿 就是前面画了站姿坐姿 然后这个来走一个东姿 我们看 其实都一样 方法都一样 先来去定它的点 因为它冬着的 所以说它这个高度 我们给它就降低了一些 应该到脚的话 到这块就差不多了 注意它的头的位置 肩膀 你看它右边的肩膀 要比左边肩膀高 这是它的一个趋势 这块 去建立它这种框架 大的这种形状 大的形状 这是一个大的框架 具体准不准呢 我们还要去再进一步的推敲 好 在这个上面 我们直接来概括它的特征 就是说当你画的 画的就有经验 这个东西呢 它速写呢 就是需要一个大量的一个练习 当我们练的多了之后 这个经验自然就丰富了 就画这些东西呢 其实就非常的流畅 就是心里就有数了 基本上就知道它什么情况下 它是画多大 这个就知道了 这头顶呢 它这个没有那么大 头没有那么大 它这个是头发 那头发 也是头发比较厚 这边啊 这个才是 眼睛 眉光 嘴 这就定一下它的高低位置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 看是不是它要小啊 小了一些 这是它这个形啊 你看注意它都是方的 那考虑它的方的同时呢 我们画的时候是画的穿插 画的时候是画的穿插 然后这边的这个脸则 这些都非常关键 这个形容很明显 它靠左了 在这有长叉是吧 这个在后 这个在前 然后这个立在后 它这种关系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注意这个关系 好 这是远处的胳膊 就像这块它是一个大的转折 我们前面呢 说过了大的转折要画啊 不画的话 它这个侧面出不来啊 这个这个侧面 所以说非常重要的 这个手呢 它出来之后 这个是它的一个膝盖 到这里 手啊 它抓着一个手机啊 注意它这个形状 注意它这个形状 好 好 然后这个手呢也是啊 下来 看它这个衣服 它这个衣服 就是这种穿插关系啊 然后注意这个腿啊 这个膝盖呢 从哪出来呢 从这出来 那它怎么样 它是后续的啊 它东后续的 这露出一个裤脚口啊 这个鞋呢 要露出一点点啊 这个高了 这个脚上差这么一点点 没有关系啊 一定要把这个大的比例关系 这个一定要控制住 这个是绝不容许出一点点差错 比例 就是画完之后 这个人往这一蹬啊 它确实是个蹬姿 让感觉到舒服 就是个冬姿的样子 好 这个关系 是很放松的啊 很放松的 注意这些穿插啊 这个穿插关系 就这种东西呢 我们还是要多去 呃 多去练啊 多去练 就是说一个两个 它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得大量的画啊 大量的画 当然如果说画到有点程度 这些东西 呃 掌握得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能画下来啊 就没有太多的这种 呃 方法上这种要求 就是你直接就是把这个方法呢 就能够吸收成自己的一个 一个直觉啊 就是或者说是一个习惯 就一上去之后啊 习惯性的就画对啊 习惯性的观察方法 它就是对的 这个就很厉害了 好 好